最近呢很多鱼友呢给自己的过滤放绿材的时候呢 他不知道应该放多少 咱们可以看一眼啊 这个是一个五升装的大的空军水瓶 然后呢我选择五金的绿材 然后放到这个五升的空军水瓶里边 咱们可以看一眼啊 大概呢是这么多 像咱们平时呢选择绿材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多孔麻面表面积比较大的这种绿材 像咱们大家呢应该都知道 这个绿材的话是培养消化细菌的 也就是说这个消化细菌培养出来之后 它是长在这个绿材上面的 也可以说这个绿材呢是消化细菌的家 消化细菌呢就是住在这个绿材上面 另外呢这个绿材的话 建议大家呢咱们就直接平复到这个过滤里边就可以了 因为水流通过这个绿材可以 上面的这个消化细菌的话 是可以分解这个水中的有害物质 比如说像氨氮转化成对于没有伤害的一些物质 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呢拿到的是新绿材的话 然后呢到家之后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咱们就可以直接的给它放到自己的过滤里边 咱们切记啊 咱们平时呢不要用一些清洗剂来清洗这个绿材 因为清洗剂上面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 这个化学物质的话对这个水对那个鱼肯定都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说咱们不要那个用一些清洗剂 绿材呢建议大家呢一年清洗一次就行了 分批清洗不要一次性清洗 感谢